几个世纪以来 全世界80%到85%的萧石都来自印度 在中世纪印度被分成几个王国 印度人似乎早在中世纪之前就对萧石有所了解 因为古印度文献中提到萧石被纺织制造商和冶金学家使用 在中国发现萧石的爆炸性之后 制造烟花的技术在13世纪中叶左右传到了印度 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萧石既可以通过天然来源获得 也可以通过人工方法萧床获得 在中国萧石的产量大多来自萧床 由于当时科学尚未完全掌握 萧石的威力通常比天然萧石弱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主要将火药用于制造烟花的原因 相比之下印度的萧石主要来自天原来源 质量更高 这使得生产出强度更高的火药成为可能 并导致了大型工程炮的发展 因此 到了15世纪 许多印度统治者开始购买火炮 而这些火炮都需要消失 东印度孟加拉王国和张波王国的学者 撰写了两本书籍 详细描述了消失的生产 并明确指出 到公元1460年 这两个王国已经发展了有组织的消失生产 由统治者授予垄断权的知名商人管理 这件书籍详细描述了资本投资 劳动分工 不同任务的技术人员 以及国家对消失生产的控制 这两个王国所在的地区 后来发展成为印度最大的消失产区之一 上图是19世纪的印度地图 显示了各个王国 红色圆圈区域是同时消失生产的地区 绿色圆圈区域是消失出口的主要进区 我们首先从生产消失地区开始 首先我们看到东北部地区 在上图中标记为巴哈尔和孟加拉 这是消失的主要产区之一 这是商术作家提到的地区 到公元1460年 各个王国已经在这里组织了商业规模的消失生产 后来该地区的人们 因其在火药生产方面的知识和专长 而被其他王国招募 特别是印度中部的马王国 招募了许多这样的消失技术专家 并建立了自己的消失生产中心 在印度北部 庞哲普地区和德里都是消失生产中心 在庞哲普 主要中心是纳赫尔和墨尔泰 在德里地区 主要中心是阿格拉和西萨尔 在印度南部 现代卡纳塔克邦 泰米尔纳德邦和特伦甘纳邦周围的地区 已消失生产而闻名 尤其是戈伊 拜托阿南 塔普尔 库尔 农尔和贡托尔等城镇 与此同时 在欧洲 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已经开始 其先驱者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国 当时西班牙分为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共王国 在此之前 从80世纪到15世纪 意大利的各个王国 如威尼斯共和国 热纳亚比萨等 通过阿拉伯人 垄断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 15世纪初期 葡萄牙航海家 亨利王子决定探索非洲西海岸 新型船只 也就是卡拉克泛船和大鹏车船的发展 使人们能够航行到大西洋 大西洋的海况比平静的地中海水域要波涛性的多 由于马可波罗和佩德罗 达科维利亚等旅行者的帮助 欧洲人了解到了中国和印度的富饶 但陆路路线邀请过几个国家 每个国家对旅行者来说 都有各自的困难和危险 航海家亨利王子一一探索了 撒哈拉沙漠以外的非洲海岸 他可以热过阿拉伯和博贝尔商人 直接与非洲王国进行贸易 下一个目标是开辟一条通往传说中的印度的海上航线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都在世处找到方法 这样他们就可以绕过中间的所有国家 直接与印度进行贸易 葡萄牙人集中精力寻找一条航线 向南绕过非洲的尖端 然后向北向东航行 朝着他们希望的印度方向航行 云史同时 一位来自意大利热纳亚共和国的航海家 名叫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希望找到一条向西通往印度的航线 并于公元1492年代表西班牙向那个方向航行 从而发现了美洲 当他回到欧洲时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 发生了一场争执 最终交还亚历圣纳六世于11494年 通过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解决了这些问题 小园规定金县以西的所有土地 否则叫军岛 都归西班牙所有 金县以东的所有土地都归葡萄牙所有 当然没有考虑这些土地上原著名的一点 护桃牙人喜欢这笔教义 因为这使他们可以拥有非洲 亚洲和部分南美洲 巴西的主权 而西班牙人则控制了大部分未知的领土 当然欧洲其他非天主教王国 如英国 荷兰 丹麦等 并没有理会教皇的命令 而是在之后开始探索 与此同时 1498年 一支由海军上将瓦斯科 达安加玛率连的葡萄牙探险队 成功绕过非洲海岸 到达传说中的印度 在卡利库德镇等如 海上航线的发现 使得每年都有大批船队 从葡萄牙出发前往印度 葡萄牙人很快在印度南部 海岸的科金我 阿卡利卡特 圣托梅和普利卡特 以及印度东海岸的吉大厂 建立了贸易战 最初 葡萄牙人只从事棉花香料 胡椒等贸易 消失也仅由士兵 从青椒商术供本 然而到了1510年 葡萄牙人在国阿建立了活药厂 并从国阿和苏拉特 向葡萄牙出口 活药和消失 不久之后 他们还与印度东南海岸的王国 建立了贸易条约 并从圣托梅和普利卡特出口 贸易量一直巨重 有一封1605年的信 是西班牙国王写给国阿的葡萄牙总组的 只是他经购12桶消失 很快 其他欧洲王国也看到了葡萄牙人 从亚洲进口商品中获得了多少财富 并决定 他们也需要在亚洲建立贸易战 尽管教皇下令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 才有权在世界各地宣称 拥有土地 但英格兰 荷兰 荷兰 淡卖和法国等主要非天主教国家公然违抗他的命令 决定发展自己的业务 一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 BC也称为光荣东印度公司 成立于1600年12月31日 第一艘船于1601年离开英国 1602年 荷兰人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 这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 也是世界上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 这两家公司开始在亚洲各地建立基地 在印度 荷兰人于1609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弗里卡特贸易战 而英国东印度公司则在斯拉特马德拉斯梦买 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 作为凯瑟琳·德布拉·干萨嫁给查理二世国王时的嫁容的一部分 1690年又在加尔葛达建立了贸易战 1617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印度出口消失作为船舶仓物 英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一地 并于1627年开始这样做 东印度公司总组伦敦分部 与其在印度的贸易前哨之间的通信 清楚地表明了消失贸易的增长 例如1630年12月 两艘从苏拉特开往伦敦的船只发现号 和改革号 携带了597宝消失 而不是岩石作为压仓物 以及胡椒 原化 电缆 电话簿等常规货物 到1643年 随着英国内战的全面展开 英国消失储备大量减少 东印度公司 开始在苏拉特和爱哈迈·达巴德提炼自己的消失 然后再因回英国 英国人开始收到有关印度东北部 孟加拉和比哈尔邦要高品质消失的报告 然而葡萄牙人早在1530年代就已经在该地区定居 荷兰人也是如此 此后不久 英国人也开始将他们的经历其中在孟加拉 后来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从这个地区赶走了 看到葡萄牙 荷兰和英国公司的成功 其他欧洲国家也试图加入其中 并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 丹麦人于16年成立了丹麦东印度公司 并在马德拉斯南部的特兰奎 把建造了丹斯宝宝 在17世纪前中期普鲁市 瑞典 法国先后成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 一开始 法国人比其他国家稍微成功一些 但被英国人夺取了印度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 并赶走了他们 尽管如此 直到20世纪50年代 法国人仍然在本地治理和昌德纳戈尔保留了贸易战 但由于英国的干涉 他们无法从印度获得太多消失